中共在总加速时习包子的带领下 四处树敌到处铜马蜂窝 换着花样创造性的进入了加速作死的节奏 我想全世界都误解了习包子 他才是真正的反共急先锋 中共多存在一天习包子都坐立不安 派王毅去欧洲到处煽风点火 雨不惊人死不休 终于引起了重怒 结果神助攻台湾 班师都很砸脚 花春莹则是逼着台湾华航去中国化 不把台湾的差纳彻底抹去 花春莹也是寝室难安 台湾新版护照放大了台湾字样 在外国人看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您对这期的话题感兴趣 请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尘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叫朋友 你还好吗 最近我都是两天出一期节目 有朋友说光偷老 别偷懒 多出节目 感谢各位朋友的后爱 如果有能力 我一定多出一些 但是质量上就不能保证 还是宁缺乌滥的好 我做的视频 不只是说时事 里面会穿插很多段子和笑点 还要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空间 这些都是需要灵感 并且是很烧脑的 我不想每天苦大仇臣 能骂共产党 这种事已经有很多时政类YouTuber在做了 而且多数都是大陆出来的朋友 中国人就喜欢扎堆做同一件事情 我个人喜欢另辟习近 你这边卖烧烤生意非常好 我觉得旁边开一个甜点也不错 做生意的朋友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好 我们进入主题 今天是2020年9月2日星期三 这两天的新闻都是围绕着中共作死展开的 这头疯狂的猪是彻底拦不住了 中共的战狼部部长王毅 在欧洲四处游说 一路自我感觉良好大放厥词 站在别人家里面恐吓其家庭成员 结果被欧洲各国组团一起痛骂 终于犯了重怒 颇有喜感的是 给台湾带来了一个神助攻 王毅恫吓要让韦德奇此行付出沉重代价 究竟是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个人根据后来的推测 当时中共的军机与韦德奇来台访问团 所乘的飞机 距离最近的时候仅80公里 我相信中共一定有将其击落的贼心 但是没那个贼胆 再配合上王毅恐吓的说法 整件事情的脉络就更清晰了 也许中共高层的小学博士们 一定做好了某种准备 要不然王毅也不会放出明目张胆的威胁言论 但是最后没有行动 因为只要他们敢动手就彻底灭亡 虽然没有具体行动 但是这种恐吓已经引发了欧洲各国外交高层的强烈不满 德国外长海克马斯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别墅会见中共外长王毅 会谈中 马斯要求北京立刻撤销港版国安法 还需要撤销推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 十一点面子也没留啊 王毅这是上门找骂 更没面子的是 王毅前脚刚离开法国 法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 要与捷克共和国站在一起 不能接受中共对捷克发出的威胁 欧洲议会议员格雷格洛瓦透过推特表示 他以致函给欧盟外交和安全策略高级代表布瑞尔一封公开信 要求在面对中共威胁时对捷克表达支持 并呼吁应考虑欧盟与台湾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大家觉不觉得这是给台湾一个神助攻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共同讨论 联名信件内容还提到 威胁欧盟成员之一 形同威胁欧盟所有的群体 认为应团结一致 促进民主自由 打击压迫势力才是全球利益的体现 更呼吁波瑞尔 得在中国以及支持这项群体价值之间 划上红线 联名信件中表示 过去遵循一中原则 欧洲与台湾并没有外交或政治关系 并强调欧盟需要改变这一点 同时进一步强化欧盟与台湾经贸枢纽关系 最后在盛赞台湾是一个和平且繁荣的民主国家 值得欧盟的合作与支持 接着华春又在火上交友说 捷克参议员议长搭乘中华航空 China Airline 到中国的一个省破坏中国的主权 及领土完整 真讽刺 他需要一堂中国历史课 马列子孙就喜欢占小便宜 耍小聪明 最终的结果就是吃大亏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在脸书发文说 这么多年来 要求华航改名的声音不断 现在真的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华春莹的说法刚好验证了多年来 中国透过China Airline 占了多少便宜 收割了多少东西 华春莹的抖机令实为高级黑 非逼着华航把名字改成台湾 不改都不行 改漫了都不高兴 同时也逼着中华民国改名台湾 我严重怀疑中共这些马列子孙的智商 中南坑里的小学生们 天天看新闻联播和《魂球时报》吹牛打鸡血 看多了就真以为自己是东方不败了 王毅去欧洲实际上是去求人办事去了 本应该谦和恭敬的谈话 可是在国内作为作福惯了 他以为给欧洲几个国家点好处 就能把问题给解决 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不懂得尊重别人 过去这招大棒子加胡萝卜摆饰不爽 也就养成了中共自我良好的感觉 王毅摆出一副臭脸还威胁人家盟友 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 他这种愚蠢的行为直接刺激了欧盟 老虎不发威啊 你当我是病猫啊 看吧 接下来是欧盟各成员国组团来台湾 上期我就说 全世界各国都来台湾走一走 中共估计要气得翻白眼的 中南坑里的马列子孙直接上呼吸机 在一番屋里头的折腾以后 王毅终于怂了 我们一起来看 也不顾捷克政府对他的采取出行动的反对的态度 一定要去中国的台湾去 而且把台湾称为公开把它称为国家 甚至还号召其他的欧洲其他国家也要跟着他去学 这不就是一种公开的挑衅吗 所以我们要告诉捷克的参议长 你过线了 说完了王毅的欧洲之行啊 我们再来看看中共统的另一个马蜂窝 中印边界啊 近日再度传出发生冲突 目前呢 两国谈判陷入僵局 就有网友发问 中印如果开战谁会赢呢 贴文一发出啊 立刻引发热议 不少人直言 这次绝对是印度 美俄联手教训中共国家已经成定局 中印边境啊 已经成为了火药桶 纳达克地区的卡鲁附近啊 军方准备把一辆步兵战车 搬上一辆拖车时啊 突然遭到了一辆民用货车撞翻 陆军上尉塔塔遭掉下来的步兵战车压重 当场伤重死亡 有印度撰稿人最近在军事网站看文啊 通过商业卫星图像发现 解放军在洞朗地区修建了两处规模不小的设施 军事专家根据该设施的特征分析 认为是用于部署红旗9或S400之类的远程防空导弹的预设阵地 中共外交的女战狼华春莹又跳出来山峰点火说 一段时间以来 中印双方在各个层级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谈 积极寻求和平解决边界争端 他批评印军近日非法越线是公然挑衅 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 违反两国相关协定和重要共识 与局势缓和降温背道而驰 中方要求印方严格管制和约束一线部队 停止挑衅撤回非法越线人员 停止任何 停止任何局 停止任何导致局势升温和复杂化的举动 华春莹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 印度的一线部队到了危机时刻 可以自主决定 中共的军队要一尊统一指挥 这时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如果赶上一尊又去厕所又洗个澡什么的 这个打起来该怎么办呢 第二 印度军队已经越过中线 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大家还在谈判 究竟谈成什么样还不知道 这一尊会不会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 打击会不会御驾亲征呢 我想大家都希望他到现场来指挥 中共不把自己折腾死 是事不罢休啊 中南坑里的小学博士们弄出个精神 就要让全国人都拉低至上发神经 打一个太没意思了 大家一起来吧 跟印度人比拖比拖 给新疆人来个索猴 再给西藏人上一堂政治课 哎 蒙古人怎么趴地上没动 踹一脚 港人还有口气 来两巴掌 台湾人不好惹呀 手里有武器 有武器得吓唬吓唬他们 什么 澳大利亚要调查我们 不行 犯我大中华者虽远必诛 是啊 中共台上真是一群猪啊 华春莹耍小聪明的结果是什么呢 直接被台湾给怼了回去 今天呢 台湾行政院公布了新版护照 新版护照中文部分呢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是给中国人和华人看的 英文部分呢 则是放大了台湾字样 以及passport字样 紧邻台湾字样 英文的Republic of China 变得非常小 这样的设计啊 就造成了一个事实 在国外啊 英文是通用的语言 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是英文的台湾 今后啊 全世界只认识台湾了 选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啊 既怼了华春莹 又让台湾的亲中派无话可说 所以我说这是高级黑嘛 华春莹这是给台独递刀子 不得不说这种设计啊 非常聪明 让各方啊都无话可说 中共呢 是哑巴吃荒连 所以我说啊 哪有什么台独啊 中共才是最大的台独分子 台湾人不想独立都得逼着独立 同样不想独立的还有内蒙古人 关于内蒙古冲突巴克的事情啊 已经有众多媒体都报道了 这里就不赘述了 买卖题的问题没解决 又惹上铁不针 蒙古人的性格想必大家都知道 人家本来都配合你们做中国梦了 不知道是不是小医生的精神学多了 开始发神经 非要踹蒙古人两脚 把中国境内最勇猛上战的民族给叫醒 这下可好 各种独都齐了 江独藏独港独台独再来个猛独 习包子真是英明神武啊 有网友呼吁啊 十一上街抗议 我说别啊 抗议多没意思啊 十一啊 大家一起上街喊 习主席万岁 不是理由更充分吗 喊着喊着 可能就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了 我个人认为啊 中共才是分裂中国的罪魁祸首 将来中国如果四分五裂 这笔杖杆一定要算在中共头上 这里重申 我个人对独立和统一没有意见 不过话说回来啊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 都说同一种语言 英语 没听说他们要统一 大家过得都听好 希望那些整天吵着要统一的朋友们啊 仔细的思考一下 统一是为了什么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啊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一定记得打开小铃铛 你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 PayPal链接在顶着留言的最下面 好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